滚滚长江 东是水 浪花淘尽 英雄 大家好 我是彩虹 欢迎收看彩虹解说三国杀 好的 那么本期视频的话 给大家带来一期不一样的视频 也就是说 我们场上的这四个武将 对于一张大家都比较喜欢的南蛮入侵 那这张南蛮入侵到底它的归属权在谁的手里 彩虹给大家一一做解释 那么想要了解这张南蛮入侵 最后的这个归属权 到底是马良先姻缘呢 还是祝荣先巨像 还是这个是先杀绝回收呢 还是曹老板先奸雄拿的问题 彩虹给大家一一做解释 那有些人会说 这四个人应该不会都碰到一起 那你把我说 这个借曹老板当主公的出场率 相对说 虽然不高吧 但是也不低 那么祝荣的话 相对说现在的出场率也比较低 但是马良和徐荣的出场率还是比较高的 你说徐荣碰到曹操 或者说马良碰到曹操 都会遇到 好的 那么这个也是给一位粉丝 做出这个解释吧 因为他好像对于这张这四个人放南蛮入侵 还是徐荣还是马良 这两个人放南蛮入侵 这个到底是归曹操呢 还是归祝荣 有点不确定 那么也是给广大的一些新手玩家 或者说刚接触三国杀的一些玩家 做出相应的解释吧 是不是 好的 那么我们先 想要了解 这张南蛮入侵的归属的问题 那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四个人 他们的武将技能 他们的武将技能 好的 这个我们先了解标包的曹操 标曹操和林包的祝荣 有人会说这两个人出场的时间 那么长时间了 都算是这个官将里面的 基本上祝荣应该出场率应该是不高 这点我应该肯定 有人不屑一顾 对于具象 我知道南蛮入侵对我无效 我获得 那当然你要怎么获得 你一定要了解清楚 你到底是怎么才能获得 怎么才能获得 不要以为你遇到马良 我怎么知道南蛮入侵不能收 我遇到bug了 不是你遇到bug了 是你对于具象的技能不了解 不要说bug 那么我们先从具象开始说 具象 锁定计 南蛮入侵对你无效 当其他角色使用南蛮入侵 结算结束后 你获得 所以说 重点就是 我画下滑线蓝色字体 结算结束后 你获得之 你获得之 这个话 这 这个 这这这这句一定要记住 因为到后面是有用的 好的 第二个 曹操 曹操 当你受到伤害后 你可以获得 此伤害的牌 这个其实我们在online上 描述的不是很清楚 如果这个有老的三国沙玩家 或者说有哪位三国沙的骨灰级玩家 可以拿出来 当年 当年版 应该算是比较早 不能说最早 也就是说 相对来说比较早的版本的实体卡牌上 曹老板的尖雄是怎么说的 每当你造成一次伤害后 你可以立即获得对你造成伤害的牌 这是老板三国沙 老板实体卡牌上 曹老板的技能描述 有实体的 有老板实体卡牌的 可以拿出来看一下 没有的话 你听我说也一样 比如说多的是一个利己 那么多这个利己 这个词语 应该就能了解到 这个 这个 尖雄的这个 和南蛮入侵这个产权的问题 好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马良和啊 这个徐荣的杀绝啊 马良啊 当你用回合内使用一张牌后啊 你可以交给 你可以交给一名 一个角色 然后相同排名的牌制 每回合啊 限一次啊 一张牌后啊 一张使用一张牌后啊 那个什么什么啊 徐荣的杀绝啊 怎么加速 锁定计 其他角色进入冰死状态时 若其需要超过一张桃或救回啊 则你获得一个暴力标记 然后并获得使其进入冰死状态的牌啊 好 那么这就是这四个武将啊 他们的这个一个技能啊 就是说对于这张南蛮入侵的这个技能啊 好的 那么我们先来这个从简单的来分析啊 什么叫简单的分析啊 也就是说嗯 随便哪个人放南蛮入侵啊 先不先把马良和徐荣这两个武将撇开啊 我们先从祝荣和曹操啊 嗯 这张南蛮入侵的归属权的问题啊 做出解释啊 也就是说 呃普遍大家玩家应该都知道啊 那么这里稍微再提一个差畏话 也就是说 早在风包刚出的时候 也就是说那时候还没有火包和灵包的事情啊 山包还没有诞生啊 在风包出来的时候啊 在风包出来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传奇的阵法 叫做绝情阵 通过小桥的天香 配合曹操的尖雄 我们可以把这张南蛮入侵发挥的淋漓尽致 那么从灵包出现祝荣之后 我们的绝情阵渐渐改成了大象征 也就是说 无论谁放南蛮入侵啊 这个曹操一旦扣完选之后 就是曹操放啊 祝荣回收 祝荣放曹操兼雄回收 形成的这种 呃 算是算是恶性循环吧 恶性循环的大象征 其实也是类似于 呃 这个 类似于什么 类似于绝情阵的一种呢 当然呃 我们大象征的话 呃 前提肯定不用吃 呃呃 小桥的这个天香的牌啊 因为毕竟你天香 你小桥是一个三学武将啊 你只能留三张手牌啊 你想要跟曹操玩的话啊 你只能玩三次啊 因为毕竟你手牌有限啊 那么跟祝荣就不一样啊 祝荣的话 你曹老板至少 至少如果是主公的话呢 至少能玩四次吧 是不是 那有陶酒的话啊 那就更多 是不是啊 好的 那就是这个就是题外话 那么想要呃 去了解绝情症的一些玩家啊 新玩家啊 可以去网上查一下啊 可以去网上查一下啊 那么这边我就不多做介绍了啊 好的 我们这边员归正传啊 也就是说回到呃 我们南蛮入侵产权的问题上来啊 我们在这张实力图上啊 我们以五号位放南蛮入侵啊 我们不管五号位是哪个武将啊 只要他放这张南蛮入侵啊 好的 我们按照现在这个逆时针来解算啊 逆时针来解算的话 通常情况下啊 反正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大部分的武将在任何位置下放南蛮入侵 如果曹老板扣血发动尖雄啊 那么这张南蛮入侵就会被曹操回收啊 包括借曹操啊 包括借曹操啊 我们以这个标曹操为例啊 因为这两个武将其实都是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啊 那么祝容啊 只能触发这个具象效果防止伤害 或者啊这个我们曹老板不扣血 那当然不扣血肯定是不能发动尖雄了 是不是不扣血 那么这张南蛮入侵在结算结束后 呃 祝容在发动具象回收啊 也就是说我们这边的话 呃这个 南蛮入侵啊 五号位放啊 然后六号位是一号第一个结算的 然后这边曹老板啊 呃呸啊 祝容先触发具象啊 呃无效啊 然后在八号位一号位啊 如果我们曹老板 这个时候扣血发动尖雄 那你叫我父天下人 然后在我手中 然后 我我就收回来了啊 然后二号位三号位四号位啊 到五号位这边的话就结算结束了吗 是不是啊 结束结束之后 那么因为刚刚我们扣血了 所以说你祝容拿不回来 那么如果我们没扣血 不发动尖雄 那么你这张啊 你在烈日下吃西瓜啊 那那是你的事情啊 你就收回去 开不开也是你祝容的事情啊 所以说这个情况下啊 大家都知道是不是啊 有人放南蛮入侵 祝容在啊 曹操扣血 那这张南蛮入侵就会被 这个 嗯 曹老板收啊 祝容只能望眼欲穿啊 跟南蛮入侵说白白的啊 好的 那么我们这种情况下说完之后啊 我们把祝啊 徐荣啊 不是祝 把徐荣扎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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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啊 嗯 我们就再来啊 以实力来 嗯 这个 说啊 说啊 呃 徐荣放这张南蛮入侵啊 杀绝的这个效果啊 到底是谁先拿啊 谁 谁不能拿 谁后拿啊 那当然肯定是谁先拿 谁先拿了之后 后面的人就都不能拿啊 就是说 徐荣放的 呃 南蛮入侵这个杀绝 到底是谁先拿啊 是曹老板拿呢 还是 呃 这个 徐荣拿啊 那这种情况就要分两种啊 分两种啊 第一种情况下 就是说我们徐荣放南蛮入侵啊 如果曹老板现在处于满血 或者说是四到两血啊 就是说不会触发杀绝的这种情况下啊 嗯 曹老板我们目前这边啊 也是有暴力啊 也是有暴力标记啊 那么曹操就会被触发 呃 凶祸啊 扣两血 那么曹操发动技能 奸雄回收南蛮入侵啊 呃 那么如果没有助能的话 那么这个如果呃 这个 徐荣放万箭启发啊 同理啊 同理一样啊 一样 那这是第一种情况啊 其实在第一种情况下 其实再说一下啊 你如果 徐荣不想把这个 不想这张南蛮入侵 不想被呃 祝荣啊 曹操收掉啊 那你就要 这个杀绝曹操前面的人 无论是曹操在一号位 二号位 三号位 四号位啊 你就说你想要回收 提前回收这张南蛮入侵 也就是说你要杀绝曹操前置号位的人 那么这张南蛮入侵在你手里 那么曹操只能望眼欲穿啊 那么标曹操老板 肯定不能发动尖雄了啊 那么借曹老板的话 可以发动一次尖雄啊 我摸一张牌也行 是不是 那当然肯定不会把你的 南蛮入侵收走啊 那这这种情况下 其实就是属于第一种情况下啊 好的 那么此时的这个徐荣啊 触发凶 凶祸的效果 靠曹操 两许无法收回南蛮啊 也就是说 因为你毕竟没有触发杀 杀绝嘛 是不是 你就不能回收南蛮入侵啊 好的 那么第二种 再说一下啊 就是说 祝荣啊 触发剧相效果啊 对你无效 无法回收南蛮入侵 因为这种情况下啊 呃 南蛮入侵在曹操手里啊 你因为徐荣都拿不回去 徐荣都拿不回去啊 何况你祝荣 是不是 好的 那这就是第一种情况下啊 那么 我们先把这些文字都撤销啊 第二种情况下 如果曹操处于 残血的医血状态啊 也就是处于医血状态 那么曹老板 遭受到这个南蛮入侵啊 凶祸扣凉血 进入冰死状态 那么 此时的徐荣就会被触发杀绝啊 就是啊 不是 呃 这个这个 这个曹老板进入冰死状态啊 南蛮入侵啊 就是被除 徐荣触发了杀绝啊 徐荣触发了杀绝 然后这张南蛮入侵在这个 呃 徐荣手里 也就是说啊 我们曹老板一血啊 有暴力标记 这张南蛮入侵下来啊 你扣血了啊 被徐荣触发了杀绝啊 所以说这张南蛮入侵是立即被呃 徐荣拿走了 然后你如果曹老板有九桃被救回来的话 你这张南蛮入侵也不能收啊 不能说因为已经被这个徐荣拿走了啊 所以说呃 我们的祝荣啊 依旧是触发呃 巨像的效果对你无效 然后南蛮入侵还是呃 没有办法回收啊 因为这两种情况下要不就是曹操拿 要不就祝荣拿啊 也就是说曹老板处于医血的情况下啊 被杀绝了啊 被杀绝了 也就是说南蛮入侵是在呃 这个徐荣的手里啊 那么同理南蛮啊 万念启发也一样啊 包括决斗啊 就是南蛮决同理都是一样的啊 就是在残血的情况下 触发的下绝只只能是徐荣拿 曹老板是拿不走的啊 那当然你如果在满满血的情况下呢 收了就收了 你徐荣啊 你徐荣啊 你也你也是望眼欲穿的啊 好的 那么这这种的话 其实应该大家应该都明白了吧 是不是 满血的曹老板啊 收啊 残血的曹老板啊 徐荣收啊 好的 那么这个徐荣这个问题解决完之后的话啊 那应该就马良了 因为毕竟马良出场率肯定 呃不能说出场率吧 是不是 这个拥有马良的玩家啊 肯定要比拥有徐荣的玩家要多 是不是 所以说 呃这个马良放南蛮入侵 这三个人啊 到底是 到底是这个曹老板 尖雄呢 啊 还是马良 应援啊 那当然 这个放了南蛮入侵啊 放了南蛮入侵啊 五号位马良打出南蛮入侵啊 从六号位开始结算 到四号位这边啊 先是你无效 那么如果曹操啊 扣血发动尖雄 南蛮入侵被曹操回收 那么此时的这张南蛮入侵 因为已经被曹老板发动了尖雄回收上去 呃 马良不能发动应援 助容无法回收啊 那么这一点的话 呃 助容无法回收肯定是了解 因为这个已经在曹老板手里了啊 因为南蛮入侵在曹老板手里啊 在曹老板的手牌区啊 手牌里面了 所以说你马良也不能发动应援啊 也不能发动应援 也就是说这张南蛮入侵一旦被曹老板收了 谁都别想拿啊 他就是曹老板的啊 那么当然曹老板拿的话 再放的话 那你助容就能拿啊 这个都是一样的 包括我们上把一样啊 好的 那么第二种啊 如果曹操啊 未发动尖雄啊 那么南蛮入侵结算结束前啊 我们是先要询问 呃 马良的应援 因为是当前回合啊 是马良打出南蛮入侵 所以说一圈结束完之后 还是要回到马良啊 所以说是先要询问马良是否发动应援啊 如果 马良 应援啊 那你助容肯定是不能收了啊 因为我已经给出去了 你肯定是不能再收了 那么如果 呃 马良不发动应援 那么这张南蛮入侵 你收也一样啊 就就你就你助容收了啊 所以说 呃 马良放南蛮入侵 如果曹老板没有扣血的情况下 是马良先应援 然后再 再会 问你的具象啊 其实综上所述的话啊 这个 无论是尖雄啊 应援还是杀绝啊 无论他们的武将在任何位置 助容的效果都是在其他角色使用南蛮入侵 这个 哎 这里有点 有点 有点那个啊 结算 结束后啊 你获得之啊 所以说想要分清楚马良 助容 曹操啊 包括徐荣的杀绝啊 就是南蛮的先后结算问题啊 只要大家啊了解清楚武将的技能啊 有时候的一些关键字啊 比如说前后实其实都能帮助到大家啊 轻松了解一些技能谁先谁后的问题啊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 就是说剑马超啊 铁记对大桥对曹捷的问题 是不是 那么剑马超的铁记是在指定目标后啊 所以说大桥的流离啊 在杀的目标啊 成为杀的目标时啊 所以说啊 大桥先发动流离啊 等大桥流离完之后 剑马超再发动铁记 那么曹捷的首席是在成为杀的目标后啊 那么大家都是后的话 那肯定是因为当前是马超嘛 所以说肯定是马超直接发动铁记 屏蔽首席啊 所以说大家如果了解到一些 想要了解一些这个谁先谁后啊 谁先拿谁后拿的问题啊 其实你把武将的技能了解清楚啊 其实都能轻轻松松的解决这些问题啊 好的 那么我们这个本期视频的话 终于把这张南蛮入侵的这个 拥有权的问题给解释清楚了啊 想要这个还有些什么问题的啊 可以再结算啊 或者说技能谁先谁后的问题啊 如果再不清楚的话啊 可以在采红的视频下面啊进行留言啊 我之后啊也会给大家啊 来进行一一的解答 其实这个问题的话也是采红之前的一个粉丝 在视频下面的一个留言啊 我看到之后啊 也是心血来潮啊 给大家啊 就是做了这个视频啊 那么我们本期视频的话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么我们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咱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打赏